哈喽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这部跨年夜快道 我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 那有很多酒鬼在想 那跨年夜要喝什么呢 这部最近热红酒在全网真的是火到不行 其实我上一年已经做过这个视频了呀 白葡萄酒也可以做成热饮 不会有红葡萄酒那种色感 非常适合女生和 这期节目除了教大家怎么做热白葡萄酒 还会教大家用剩下的白葡萄酒 调一个非常传统的开胃酒 一分钟搞定 非常适合男生和 论如何用一瓶白葡萄酒 做出冷热两喝男女通杀的 跨年派对鸡尾酒 Let's go 首先呢我们来准备一下热白葡萄酒的材料 买白葡萄酒呢就选便宜的就好了 讲真我做热葡萄酒啊 我其实不太爱放太多的香料 我总感觉喝起来跟吃卤味差不多 有同感的扣衣 那首先呢你要准备的就是白葡萄酒一瓶 还有任何你喜欢吃的水果都可以放 我呢会放橙子 柠檬 苹果 把它们全部切成片 锅中放入水果 撒入少许白糖 放入一个肉桂 倒入半瓶白葡萄酒 小火煮15分钟 在等我们的热葡萄酒煮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抓紧调酒 调一杯用白葡萄酒做的一个开胃酒 那请出我们本场的主角 就是它金巴力 金巴力呢其实是一款苦酒 就是苦味会比较明显 它是用什么橘子啊 各种草药制成的 那我这款酒的灵感呢 是来自Compary Spirit 传统做法呢是用气泡酒跟苏打水 但是我这里呢是用白葡萄酒来代替了气泡酒 我觉得呢口感呢会更加的有层次 一份金巴力 两份白葡萄酒 两份苏打水 提拉一下 加入橙子片装饰就完成了 好了这个 试下这个改良版的金巴力Sprint 我刚刚偷偷用八勺喝了一点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赶紧试试 我完全没有金巴力的苦 我觉得这个1比2比2的这个比例 真的就是黄金比例 一份金巴力 两份白葡萄酒 两份苏打水 完美 就是你觉得你也不是在喝白葡萄酒 也不是在喝金巴力 它就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真的超简单 一分钟都不用 你看人家进门来了 你就啪啪给 是不是很方便 我觉得我没有放香料这一步 真的就是 闭了一个大坑 完全没有酒精感 酒精都被慢慢的煮挥发了 完完全全不色 很多热红酒都是因为那种色感 很多人不喜欢 但是因为是白葡萄酒 它是没有丹宁的 它是不色的 这款呢就很适合跨年聚会上 那些不太会喝酒的 酒量不好的女生或者男生 是不是这个视频来的超级 实在也不用想 跨年该喝什么了 赶紧去超市 把东西准备起来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好好爱我 别忘了三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不对 应该是明年见 拜拜